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中国本土的犬种 贵州夏丝犬,产于贵州凯里县夏丝镇 当地人也称虎须狗,主要用于狩猎 该犬的颜色其特为单衣白色 鼻椎眼,耳皮肤均为红色,头大 额方,嘴宽,眼小 长得还是挺有特色的 川东猎犬,又称为灵水狗 这个名字起源于四川东部灵水周边地区 性格外向,勇敢,而且有攻击性 这跟本身的猎犬背景相吻合 对主人极度忠诚 60年代数量不断减少 直至70年代才被加以保护 并成功繁殖起来 四川青川犬 分布于四川广原地区的青川县农村 属于半野生的状态 四川梁山犬 产于四川地区的梁山州 是遗族人常用的猎犬 遗族人的猎狗基本上不喂东西 狗自己他会找东西吃 所以狗的猎性是比较强的 也是属于半野生的状态 广东潮州犬 产于广东潮州地区 凶猛 忠诚 聪明 容易训练 生人不友善 生人环境能力强 抗病能力强 身体数字比较好 今天是得养的 有关 莫名 黄 神 山 神 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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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